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突然就 外婆就跑來跟我講說 媽媽 我覺得電腦壞掉了 我就去看 我就試 真的耶 好奇怪喔 他說 這怎麼會這樣 他說我也不知道 我說不可以說謊 他還說 我覺得可能是妹妹吧 妹妹 那時候才一歲多栽栽的 坐在那裡 所以我那一次就有蠻生氣的 打了他兩下 從那時候開始 我覺得他有進取教訓 父跟母如果是一個巨蟹座的 剛好我們的Vicky是巨蟹座 還有Dini是巨蟹座 看看如果生了一個什麼小孩 你們的這個組合是屬於個性 小孩永遠跟你唱反調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生了一個 同感是 不想再成為抓狂爸媽嗎 千萬別錯過今晚節目 是 家裡有第一個小寶貝的時候 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喜的是天上掉下來一個禮物 留的是這個小孩子 到底是來報復報仇還是報復 不曉得 所以很多新手媽媽 對小孩子那種失控的行為 不曉得怎麼做 真的是措所不及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教一些新手媽媽 對於小孩子的失控行為 你該怎麼辦呢 沒錯 因為小朋友的個性 真的是因人而異 而且真的不是父母可以決定的 真的 所以針對不同小孩的不同狀況 我們就要對症下藥 媽媽們要因財失教 但是常常在因財失教的過程當中 因為會有一段迷蒙期 找不到正確的道路 所以有可能就會讓父母抓狂 今天我們就要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來分享最實在而且最實用的方法 不過一開始我們要先來問 今天來的三位來賓 是不是真的曾經有小孩 真的他發生某些狀況 讓你覺得我怎麼可能會抓狂 但你真的抓狂了 如果有的請舉手 這還要舉手嗎 連腳都可以舉了 我想外面 外面只要有小孩也都舉手了 真的 你知道以前我真的是 就是在百貨公司 有時候你真的有時候出去玩 會看到那種在路上大街上 就有媽媽 但失控那邊狂飆小孩 以前還沒生的時候 我都想說 怎麼會這樣 有必要這樣子 好不優雅 好沒有智慧 是不是 生完小孩之後就想說 真的會心裡外面 我完全可以理解 那個媽媽當時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Vicky還有勇氣生四個 對 所以我一直在處於發瘋的階段 智慧的狀態 所以你最抓狂 就說你覺得不可思議 我怎麼可能會有這種反應 就是小孩做了什麼事 我印象比較深的 就是說我們家老大 第一次被我打得比較 比較嚴格的狀況 就是他說謊 可是他那時候還很小 就是他那時候大概才三四歲 對 可是我們家小孩他很聰明 他很小就開始接觸電腦 所以他就會 我就有買一套課程 對 他就可以在網路上 就是上網去學什麼ABC 什麼數學之類的東西 然後那一天他就先玩一玩 然後他就突然就 玩一玩就跑來跟我講說 媽媽 我覺得電腦壞掉了 那我覺得奇怪 他才玩不到十分鐘 十五分鐘 為什麼會電腦 之前都沒問題 突然壞掉 不太可能 我就去看 我就試 真的耶 好奇怪 那個沒有那個滑鼠標 不動 對 我就覺得奇怪 那應該是滑鼠的問題 看了半天 結果才發現那個滑鼠線 被剪 有那個剪過的跡象 那我就覺得 這不可能是扯或什麼 就是很明顯的就是剪刀 人為書 對 然後就旁邊就有一把剪刀 我就說這怎麼會這樣 他說我也不知道 我說不可以說謊 我最不喜歡小朋友說謊 我說你老實說你到底怎麼回事 是不是你剪的 對 我說你不可以玩剪刀很危險 然後他還是不承認 然後我說你不能說謊 你說謊我會打人 他還是堅持不承認 然後我就開始已經火都上來了 他還是不說不誠實說之外 他還說 我覺得可能是妹妹吧 妹妹 那時候才一歲多 栽栽的坐在那 好無辜的妹妹 對 然後我就整個人 我就整個人就是涼起來 我覺得就是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一定要讓他知道說 不可以說謊這件事 而且你不可以嫁禍別人 你自己做錯 你不承認你還 你還說是別人 所以我那一次就有 滿生氣的打了他兩下 而且那個兩下是很大力的 因為我讓他知道說 有用道具嗎 有 就是愛心小熟 然後我就是那一次他自己也嚇到 就是說他就 從那時候開始 我覺得他有記取教訓 他真的就不會 不敢說謊 對 不敢對我說謊 有時候 像妹妹他們在說謊 他們就 他就說 因為我知道我的後果會很緊 對 叮嚀剛剛說 連腳都要舉起來了 我真的覺得其實你們都對小孩子 還是滿溫和的 我突然覺得 蛤 你是恨我 沒有 我覺得 我的地雷很簡單 因為我覺得食物很珍貴 所以其實我的小孩 做的小孩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隨便你玩 你到鬼鬼裡面 趴在地上我都無所謂 OK 反正回家全身換就好了 對 然後但是 真的每個父母的地雷不一樣 對 不一樣 我就是食物 你跟我 你肚子 你就要把東西吃完 你不可以一邊吃 一邊把東西丟到地上 我真的就是會抓狗 因為我常常覺得說 可是小孩會有一個階段 他發現 東西拿過去 因為丟到地上的時候 很好玩 很好玩 很喜歡這樣子 對 然後丟到地上就不用吃了 太好了 對 然後 沒有 丟到地上一坨再補兩坨 沒有 我會叫他地上吃下去 你地方很乾淨 對 特別是在我家 我覺得這樣 在外面上不行 對 然後可是我現在已經進街道 在外面丟下去 你故意把我丟下去就吃下去 就那一次也是這樣 就是也是吃飯 然後我就不吃完 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不吃完就要把他站 然後他就 他也無所謂這樣子 他也跟我在那邊 在餐桌上已經耗失十五分鐘 我就好了 不要吃了 那不要吃的時候 他就不要 我要吃 我要吃 就這樣搞了 又三四次之後 我就火到 就不要吃了 他就嚇到 我就說下來去把他站 好 就會站到 他就站到那個牆壁邊 就在那邊 東牛西牛 我好好站 媽咪要站多久 對 我就說 你站著不准動 好累喔 媽咪 因為我也 所以就在那邊 覺得沒有了 現在覺得很好笑 火大的時候會抽氣的 對 火大 就是又站好好說 媽咪 我要上廁所 一腳就自己去上廁所了 就走過去 他也不問我 然後我就想 好 我就說好 那妳去上廁所 然後我在 媽咪 我上不出來 他好多上台去 很多次 然後十分鐘後 我又叫他站著 他就說 媽咪 我要尿尿 好 沒關係 你尿出來 沒關係 你尿出來 媽咪差 他就真的跟我拚了 然後我想說 好吧 你現在就要跟我拚了 我最要 真的 對 然後聽到說 已經有點情緒上來了 因為有點失去耐性了 這大戰應該一個多小時了 對 這整個過程 就是真的是 已經拖很久 到我就火大了 就說好 你不可以這樣子 我說你給我站好 十分鐘 你給我站好 然後他說 可是上次你怎麼樣 你上次沒有說 說五分鐘 你為什麼今天十分鐘 就不斷給你回嘴 你知道嗎 就十五分鐘 對 就跟我很好 恭喜你 你多一個五分鐘 你知道小孩子 對時間上沒有什麼 太大的關鍵 結果那一次我就突然爆炸 就是那情緒一直被他堆疊上 就是不斷被挑戰上之後 你知道就是剛好旁邊 有一個某種柱狀物 我就 然後抓著 我就先打一下了 他就這樣 打過媽媽 好可惡 打我爸爸 然後我很感謝我先生 就是我在管小孩子的時候 他都不會出手 不會介入 對 然後其實他在另外一個房間 假裝不知道 對 其實我想他已經心裡 老公主要是怕說 颱風掃到我這裡 對 有可能 好有經驗 有可能 這時候多遠一點 對 他也多遠遠的 然後我女兒就在那邊 不要跟他這樣 然後不斷的 嘩就戳 一直回嘴 我真的突然 我就是那一隻手就停不下來 我就啪啪啪 就狂打他 你知道嗎 然後我打到第三次 還有第五下 所以我已經忘記 我發現我已經有點 殺紅眼的感覺 失控了 真的是失控 我真的覺得 什麼叫殺紅眼 就是那種感覺 我發現殺紅眼 真的 對 就是真的 有那種失去理 我真的失去理 是我停不下來 然後我最後一下很大 我最後三下 打下去之後 他還在那邊 媽咪好痛 爸爸怎樣 你打我 就打我 阿嬤 求救 你知道我更誇張 我竟然做一個舉動 我刮那一巴掌的時候 可是自己的心更痛 我嚇到我自己 我沒有想像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說 你可以打起來 對 我現在在那當下 我下去了 因為想壓制住他 對 我嚇到他 我也嚇到我自己 對 會 然後這時候 我先生就悠悠從外面 其實他在外面 但多久我不知道 因為我有走出來 他說 好了 不要再這樣子了 然後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女兒就被大哭 看到大家 然後我先生就說 你這樣子 不斷 真的 我先講他那句話的時候 換我大哭 會耶 我看過自己整個失控那種 他說 你不知道你剛剛那個樣子 你真的很像是一個 很憤怒的媽媽 真的耶 真的有時候 我們看到來賓還有包括我 你是沒有 你算是最厲害的 沒有 你會失控的 對 不過如果從星座的一個角度 我們要請問 艾菲啊 這個老師 不管是爸爸媽媽的星座 還是小孩子的星座 都可以看出來 這個小孩子 他是來討債的 還是來報恩的 可以看得出來 是 我們從那個星座角度 來看一下 我覺得父母跟小孩的個性 其實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小孩子不懂事 但基本上可能是 從星座的角度來講 他們本身跟父母關係 就是辦課的 我們來分成四個類型 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小朋友 究竟跟你或說你先生 到底是來報恩的 還是來討債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組合是個性 愛唱反調的組合 如果說你父跟母 如果是一個巨蟹座的 剛好我們的那個Vicky是巨蟹座 還有丁尼是巨蟹座 看看如果生了一個什麼小孩 你們的這個組合 是屬於個性 小孩容易跟你唱反調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生了一個 水瓶座的小孩 好美喔 但是還有一個 母羊座的小孩 來 所以給你的是母羊座 我兩個都母羊座 我兩個都母羊座 很快 難怪到母羊座 我要篡改出生 那個出生年月日 對 我兩個都是母羊座 其實這個巨蟹座媽媽 其實是非常有母愛的 但是巨蟹座媽媽怕吵 怕歡 你懂為什麼 因為他們精神容易敏感 容易脆弱 就是說你精 就是說一再疊加 一再疊加 在這個巨蟹座的爸爸或媽媽上面 他們自己會情緒失控 那特別水瓶座 跟這個母羊座的小孩 他們就是天生的鬼靈精怪 他們會去找一些 這種有的沒有的事情 來去刺激 來去挑戰父母的權威 所以很慘 所以是一個討債組合 第一種組合 恭喜 對 丟三落式的小天兵 就是說有些小孩 他很喜歡丟三落式 掉了錢包 掉了什麼什麼 OK 我們看是哪樣的組合 就是處女座的父母 遇上了什麼樣的小孩的組合 我們看如果說你 觀眾朋友 如果你生了一個射手座的小孩 或者生了一個雙魚座的小孩 我老公是處女 中了中了中了 好 難怪屈哥被吃死死的 真的齁 其實處女座的父母 他們做很多事情 他其實是有一個規矩 有一個規則 特別他們會叮嚀很多的小事 但是對於射手座 或是雙魚座的小孩 永遠把那個事情 當作耳邊封 他其實不是 比較隨性一點 他不是要騙父母 但是他們就個性上記不住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三種組合 是沒大沒小的小霸王 有時候父母會覺得說 小孩子為什麼不斷挑戰我 比如說你如果父母 是獅子座的小孩 到底生了什麼樣的小孩 你這樣的一個組合 任何星座 就會不斷挑戰你 真的 生到了一個摩羯座的小孩 或者是生到了一個 天蠍座的小孩 其實 因為獅子座的父母 他本身就是一個霸王 你都在家裡 為何要有窮威感 你小孩子不要挑戰我 但是摩羯座跟天蠍座 他就是天生就是骨子硬 就硬頸 就覺得說你越要 父母越要規定 他越要去挑戰那個紅線 對 就一身奧骨就對了 而且很多領導者 也都摩羯座 是的 因為台灣很多那個 像那個李登輝他就是摩羯座 然後內地的胡錦濤也是摩羯座 那天蠍座之後 台灣很多女藝人 就是主持人 很有名的都是天蠍座 所以本身就是氣度很強 他們不會去害怕父母權威 所以父母如果 跟這樣的小孩組合 就是會覺得小孩子 總是覺得沒大沒小的 對 硬碰硬 再來第四個組合是 一快一慢不協調 其實很多父母會為這個事情抓苦 就覺得說 小孩子為什麼這麼慢 受不了小孩子很慢 就會越慢就越想打這樣 到底是什麼樣的組合 那是我老婆 真的嗎 他很慢是不是 他是雙子 雙子 我這個牡羊我就是急的媽媽 是 但後來我小孩都快 是老公慢 好啦 如果父或母是牡羊座 來看一下他生了什麼小孩 你會因為快慢的問題 跟小孩子受不了 要罵他了 天秤座的小孩 或者是巨蟹座的小孩 受不了他們的慢 其實這兩個小孩 他們很小就能夠培養出 個性上的那種比較溫和 比較斯文 或是那種重視那種自我美感 比如穿個衣服 可以挑個顏色挑好老半天 但是牡羊座的父母 就是沒有辦法受這個慢 他就會因為這個急躁 而打小孩 小孩子失控的行為 可以說白白種 到底有哪一些行為 給爸爸媽媽抓狂的呢 杰玲來告訴大家 是的 你家的寶貝也有這樣的 狀況發生嗎 狀況具一 Action 杰玲 電視看很久囉 可以死板囉 等一下啦 不要再等一下了 快點來死板 大家都在等好嗎 就跟妳說等一下 我很忙嘛 有 好...妳再等... 妳再等 憲伯伯就不愛妳囉 沒關係啦 我跟妳說 我在看電視等一下 好 那扣妳錢 來看一下 馬上看一下我們的PAP 第四名 那是怎樣的行為 讓爸媽裝狂呢 是 來 1 2 3 等一下 再等一下 真的 這是每一個小孩的口頭禪 口頭禪 好熟悉喔 其實每天都會遇到 那個等一下... 可是你最受不了的地雷 等一下 讓我最生氣的一次是上課時間 然後已經快要遲到了 她還在等一下 早上起來 對 還在賴床 賴床就算囉 還給我起床器 然後... 而且我一次要送三個 我就覺得我已經夠忙了 真的耶 對 妳可不可以不要再找麻煩了 然後那一次也是姐姐 可是我覺得我可能也對姐姐比較嚴格 然後那一次也是姐姐就是 拖拖拉拉的 然後又起床器 然後我就覺得 我本來就把他們先放在上面 我說你們趕快換衣服 我現在要去弄早餐 對 結果兩個小的都下來了 她還在上面給我拖拖拉拉的 然後我整個就是很生氣 我說妳到底在搞什麼鬼啊 我就衝上去 結果她大姐還給我鎖在廁所裡面 然後就整個... 刷睫毛嗎 沒有 就整個人就說 我不想上學 我不想上學 我不喜歡上學 我討厭上學 搬來宜蘭啊 然後... 然後就整個人在那邊發脾氣 我就整個生氣到 然後又要遲到了 我說我現在先不跟妳講 妳就再...關在裡面好了 妳關一輩子好了 不要出來 對 當然就是會用一些言語上面的恐嚇 然後後來我就... 媽媽自己都承認是恐嚇 對 我就說妳就最好都不要給我出來 妳出來就知道妳會怎麼辦了 我就趕快送兩個妹妹去上課 對 結果送完之後 她還給我...大姐還給我關在廁所 所以妳是趕不出來的 我整個人就嚇... 我整個人不是嚇到 是她嚇到 我整個人就嚇到 我就拿那個愛... 把門踹開 我就拿那個愛心小手 一直在敲那個門 打那個門 然後那個門都被我打到那個黑了 我整個太氣了 我說妳現在跟她就... 妳最初不敢出門吧 還要推椅子擋門 她就說 我出去妳一定會打我 什麼... 我說妳這樣就好了 妳還這樣子 我整個自己也嚇到 然後我就說 好 妳最好不要給我出來 我就又去忙我自己的事情 結果我也很折 我就可能... 因為她在三樓 我就在二樓 我就聽到她有在開門的聲音 開門的聲音 因為我們家是... 那個廁所是拉門 我就聽到拉門的聲音 我就直接一個... 撥住了 好俐落的媽媽 揹著飛奔衝上去 然後就抓著棍子去... 我就說 妳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然後其實我自己也氣到 我自己都哭了 這句話其實就很情緒 妳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對 真的就自己就哭了 可是我也講過這種話 因為真的被逼分 對 我說妳為什麼要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我真的不想上學 我說為什麼不想上學 我說妳就是因為 妳起床氣而已 妳為什麼就不能夠 好好配合大家 又不是妳一個小孩而已 我有那麼多小孩樣子 我整個就把那個自己 媽媽跟小孩說 對 然後想到自己都哭了 真的 不會哭了 但是媽媽一哭 我覺得小孩會怕 對 小孩會怕 對 好 那Chris呢 我還沒有到這個小孩 不得了 因為他有那麼多個 真的 Chris 你最受不了Papi 什麼事情跟你說 等一下等一下這樣 他都是一樣的 他吃完晚餐就可以看電視 然後看電視 一段時間之後就變得 他知道要去洗澡 然後摔牙 準備睡覺 對 然後就變成每一次 他在看電視 然後說好 要去洗澡 然後就是 家裡我有點餓 因為他其實知道 他就說我不要 就沒辦法 他只要說他餓 你就會給他吃 他說我餓 因為他已經吃了他的晚餐 所以我就 怎麼可能 不能說不給你東西吃 但是小孩餓的時候 你還不能給啊 對 還有一個 我可以吃一點水果嗎 沒有要餅乾 餅乾就當然不行 可是水果 好 我就準備個水果給他了 這樣又可以多吃五分鐘 多吃五分鐘看電視 好好走 我們去洗澡 沒有 爹地 我要吃小紅瓜 可以嗎 他都在找你 夠了 我這個要多少 給你看 他選的都是爸媽不能說NO的東西 對 好聰明 我也會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去洗澡 爹地 可是我還是餓了 我就拿手機 抓了他 在背上 就帶他去 我不要 然後他進去 就幫他脫衣服 放進去 就給他洗澡 這是因為夠小 對 我還是可以 夠小還可以 如果十歲 我看你可不可以這樣 十歲會比較難一點 真的 所以連等一下 都有不同的罩門 跟那個媽媽受不了的點 對 其實小孩子跟爸爸媽媽 每天都在鬥法 滴對您 請問一下王老師 遇到等一下等一下 再等一下 爸爸媽媽怎麼辦 我覺得爸媽媽第一時間都會出現恐嚇的語言 對 這個是一定會的 對 但是我們常常在提醒 第一點很重要的重點是 沒有用的恐嚇語言 或你做不到的恐嚇語言 千萬不要說出來 對 比如說出門 出門常常就是遇到這種東西 就是一直在那邊拖拉 玩玩具 對 然後在那邊摸他的東西 或看電視關不掉的 爸媽媽總是會講說 我們要走了 我們要走 我們真的要走了 如果你不走的話 我們就要走了 你會走嗎 有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還沒走 一直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 重複這一件事情 我也會走 對 但我覺得會走的那是很好 我們常常 我們有一次的經驗就是 我就跟一個爸媽媽 在諮商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走 我為什麼不走 你已經講了三次了 該給的機會也給了 該講的東西也講 但我要先確定 那個孩子有沒有聽到 對 不一定孩子回嘴 他就表示他有聽到 你要做什麼 這個我常常在提醒家長 因為有時候孩子只是在那邊敷衍一下 他那個注意力還沉在他的東西裡面 那他沒有跳出去 你跟他講什麼他都沒聽到 結果你要處罰的時候 他只是因為怕痛 然後怕被處罰 然後什麼都 好…我現在都答應你 然後問他說 那你答應我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我們怎麼確定他有沒有聽到 對 但是像這種日常生活 譬如說出門這件事情 他已經看到你已經在門口 你也換好鞋子 或者說拿好他的書包 怎麼樣出去的時候 那我就跟那個媽媽講說 那就走 他如果不穿鞋的話 脫出去 對 我不要你動手 我也不要你動鞭子 但是你脫出去 他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不穿襪子 為什麼我不穿鞋子 我就在那邊走樓梯 我就開始出門了 因為我剛才跟你講了很多次 你都說等一下 但那個等一下已經用完了 我們只有三下 不等了 對 不等了 就走了 要有一點殺雞儆猴的意識 然後又不用動到體罰 那第二個的話 常常在講的就是 我們也常常聽到很多媽媽 用一招就是 我數到三 我數到三 我覺得可以用 我覺得可以用 可是我覺得不要常常用 對 我覺得常常用會用到麻痺 你知道嗎 你的小孩就很好用耶 1 2 3 4 5 6 7 你要不要 重點是你數完1 2 3之後發生的事情 對 你只要後面發生的事情 給他警惕過一次 你數1 2他會怕 3就是又要3 3就是一定要3 如果3不是3 你又不用輸到3 對 3就是3 對 第三個有些孩子真的是 比較沒有時間上面的概念 譬如說 比較小的孩子 我覺得還是要預告 對 預告5分鐘之後 預告時間 直到多少以後 我就動手 是 就去關那個電視的 對 我說1不2等等這樣 那你有預告 我覺得孩子應該是可以被 被說服的 所以這個預告 有的時候應該也要用 那最後一個我覺得是生教 是 因為我覺得有的時候 孩子都在學我們 是的 爸爸媽媽也是拖拉拉 也是拖拉 你知道嗎 真的有時候真的也是這樣子 除了起床這件事情 起床氣 Vicky姐剛才講的那個 起床氣這件事情 通常是因為沒早點睡 有可能 對啊 所以起床氣這件事情 除外以外 另外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自己生教 對 譬如說你的老婆老公 在叫你的時候 你不要常常都是那種 不要跟他講 等一下 聽而不聞那種感覺 然後小朋友會學 所以每一個小孩子的個性 都不一樣 那針對這種沒有時間觀念的人 阿娥老師 不一樣的星座 是有不一樣的方法的 是的 我覺得那個父母 其實可以針對你的小孩的星座 來看一下 關於這個時間觀念 我們來去如何教育他 如果說你的小朋友 是火象星座的 比如說牡羊座 獅子座跟射手座 其實你在時間完成的時候 你反而要注意他的 這個完成事情的品質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你如果在七點以前 你做完了功課 又吃完飯 然後你又洗完澡 我可以給你一個三十分鐘的 一個玩遊戲時間 但是父母在他完成這個 做完這個作息之內 要注意他的品質好不好 比如他可能頭髮亂洗 功課可能亂洗 他只是為了急救張去完成 他隨便弄 對 所以父母要注意小孩子 特別是火象星座的小孩 在完成時間內的一個品質 那針對水象星座的朋友 其實我這邊建議就是說 鼓勵用一個積分換獎品的方式 比如說這個禮拜 你做好了哪一件事情 都沒有遲到 那媽媽可能下個禮拜 可以帶你去看電影 或下個禮拜 帶你去動物園玩 就給你一個積分換獎品的方式 但是就是說 先給你一個規範 所以針對水象星座的 比如說雙魚座 巨蟹座跟天蟹座 小孩是特別有效的 那針對土象星座的朋友的話 就是金牛座 處女座跟摩羯座的小孩 你可以讓小孩 自主安排他們感興趣的 時間的先後順序 比如說你可以 比如他感興趣的時間 他如果要先看電視的話 那麼你就給他一個時間 看完電視以後 你再安排後面 父母想安排的一個時間 或者是說父母先安排 父母想安排的時間 再讓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移到後面 讓他自主安排 他就不會覺得 他的時間被打斷 所以這個部分是對 土象星座很有效 再來鳳象星座 小朋友包含了 雙子座 天秤座跟水瓶座的朋友 拖拖拉拉的個性 跟他們本身 不容易專注有關 所以就好像 剛剛老師說的 就是你在溝通一個事情的時候 他們可能有聽沒有到 他可能只是聽到前面 他可能只聽到父母 就說又在罵我 又在罵我 但他忘了說 對 他可能忘了說 父母是瀕我去吃飯 或者是去寫作業 所以跟他們的專注力有關 所以就是要注意 跟小孩子溝通的一個 談話的重點 還有哪些 是失控小孩子的行為 讓爸爸媽媽大抓狂的 杰玲告訴我們第三名是什麼 馬上來看一下狀況去 2 Action 靜晴姐來抓我呀 謝謝你 嗨 不要亂跑喔 趕快坐好 要錄影囉 靜晴姐妳有在攝影機的前面 現在跑來跑去過嗎 妳要不要跟我一起跑啊 好想救她喔 謝謝你 快點回去坐好 大家都在等妳 妳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喜歡跑嗎 因為我的偶像是 寶文明大哥 跑跑 向前跑 謝謝你 謝謝你 妳再不回去坐好 我們要把妳酬勞通通捐出去 我們要看一下 第三名 這個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 跑跑跑 向前跑 怎麼坐得坐不住 很漂亮 小孩真的坐不住耶 所以Chris Puppie會讓妳 就是有坐不住的困擾嗎 我覺得每個小孩子都有 是的 但是是什麼樣的狀況下 是妳無法忍受的坐不住 如果譬如說在餐廳之類的 我覺得餐廳 然後離開她的椅子 然後開始跑來跑去的 對 我沒辦法接受 一定會去抓她 有危險 然後也打擾別人 一定會去抓她 然後帶她去外面 跟她講說 好好的講道理 你一直跑來跑去 我跟你說 你會在這裡 在外面這裡發站 我在裡面 沒有人在你旁邊 你這裡發站 嚇到 然後就變得 問題是 如果真的說到 就是要做到 不是 是餐廳 尤其在公共場所 像高鐵啦 什麼常常 對 很多爸爸媽媽都手足無策 就像洪老師 遇到這種借不住的 要怎樣 做不住這件事情 要先了解孩子的 專注力長度到底有多長 3歲的孩子 平均只有12到15分鐘 所以那是正常的 大家 所以到6歲左右的孩子的時候 他的專注力長度 就維持一頓飯的長度 才有辦法拉到 20分鐘到30分鐘 什麼 對 所以 所以其實 我們有時候 有點過度要求了 研究上面有發現 小朋友沒有辦法做得住 或比較偏食挑食 有幾個研究發現你知道嗎 第一種就是追著餵 他之後更愛跑 對 所以我們很不同意 很多的爸媽媽是追著餵小孩 為了要多讓他吃幾口 其實這樣會讓孩子更坐不住 這是第一種 再來第二種 還有比較嚴格的教養 其實孩子也會坐不住 就是 這個也常常很多人 會這樣子做 那結果發現 近幾年的研究發現 沒吃完不要下來 這件事情會破壞 內在的吃飯的動機 所以應該是他前面吃 他不喜歡被強迫 對 所以孩子不喜歡被綁著 被束縛著 前面可以鼓勵他吃 前面不要下來 這是合理的 但是到中段後段不下來 這件事情的話 就要思考了 這個時候就要思考了 所以要柔性一點的做法 第三種做法是 來來來 吃完我就給你一塊蛋糕 用慰弱的方法其實也不對 對 其實也不行 可能這一頓可以 可是研究發現 長期這樣子下來的話 孩子會比較挑食 會比較坐不住 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 很多的就是 孩子這一次 這一頓已經吃得很好了 明明已經吃得很好 然後爸媽媽就覺得很開心 小確幸 難得這一次吃得這麼好 來 小確幸變得好低喔 然後他都吃完了以後 很多爸媽媽就會有一種 餵養的一個方式 我們再多吃一口 因為這頓吃得很好啊 對 對啊 這也不對 也不行 無限加碼對不對 對 這變成說 你的加碼是破壞之後的 飲食的動機 還有之後更想要動 更吃不好 這件事情 我覺得阿威亞老師 針對不一樣的星座 當然也有不一樣的解決方法 對 其實我們可以 從他的星座的個性來去看 到底我們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去陪伴他 那我覺得火象星座的小孩 比如說白羊座 獅子座跟獅子座 如果你是小孩這種坐不住的話 其實我覺得 好動型的小孩 他需要陪伴 比如說假使我們說 閱讀 或者是寫作 或者吃飯那件事情 你不能夠就是說 如果說父母跟小孩 同時間在吃飯 他會覺得有這種陪伴的感覺 而不是只是單純 你趕快把它去完成 他會覺得說缺乏 這種陪伴的感覺 再來針對水象星座的朋友 比如說巨蟹座 天蠍座跟這個雙魚座 這面對坐不住的感覺 父母其實可以反思 這種情感型的小孩 他的興趣跟喜好 比如說假使我們會 安排小孩子一個課程 比如說音樂課 或者是一個舞蹈課 但他可能天生 就對這個沒有興趣 你會覺得說 其他小孩都坐得住 為什麼這個小孩坐不住 也許他不適合 這樣的一個課程安排 所以父母要反思 就是說你為他安排的 這個選擇 或者是一個活動 究竟是不是他喜歡的 因為他是屬於情感型的 再來土象星座的小孩 包含金牛座 處女座跟摩羯座 他是一個務實型的小孩 如果他做好了 做好了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給他獎勵 那這個獎勵的部分 不一定是很實質 說我買一個禮物給你 或買一個什麼糖果給你 其實給他 在那個 這種年齡層的小孩 其實我們可以 給他一個小貼紙 比如說給他一個收 或者是我們去超商 收集那個小貼紙 就可以給他一枚小貼紙 讓他覺得說 有一種被鼓勵的感覺 就是說我做好了 父母會獎勵我 這是一個做法 那針對這種風向星座的小朋友 就包含了雙子座 天秤座跟水瓶座 他是屬於敏感型的小孩 父母要思考一下 他是個小孩子 比如說吃飯的時候 都不能夠專心 是不是那時候吃飯 正在聽音樂 或吃飯的時候 更好在看電視 或說有一些這種 會讓他分心的玩具 就擺在餐桌上面 那當然是會 那個誘因更大 所以我覺得 父母可以針對你的小孩的特質 來做好一個 管理小孩的一個方法 好 還有哪一些 會讓爸爸媽媽抓狂的 杰琳 馬上來看一下狀況劇 Action 杰琳 麻煩妳 可以幫我們公布第二名喔 可是我比較想要看第一名耶 不好意思喔 我們現在第二名還沒公布 麻煩妳要先接第二名 還是再討論一下第三名好了 我覺得剛剛講太少了 還是妳覺得 我們要不要換人主持比較好 沒關係 我直接公布好了 歡迎 一 二 三 說一 說二 老師跟我唱反的 有 就是老三比較調皮搗蛋一點 然後她也不是故意說不要 可是那個印象比較深 就是其實我兩個 我們家的小孩都很晚才上幼稚園 因為我都在家帶小孩 所以我都讓他們大概大班才去上 我就有一天在弄那個早餐給她吃 因為我想說她吃完早餐之後 我可以開始洗衣服打掃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我就倒了一杯果汁給她 我說妳這果汁拿好喔 妳不要打翻喔 我話還沒講完 她就喝了一口之後 她就 用噴射型的方式這樣 所以她是在玩 她是故意的嗎 對 她就是在玩 然後她就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她為什麼 就是那時候 這麼的 這麼的懂事 然後我整個我也沒抓公 我就這樣子默默的去殺 因為我已經有點 我麻痺了 因為我已經麻痺 麻痺 我在抓公的話 我可能要送醫院 血管要爆了 對 那個 脖子的血管已經要爆了 所以我那時候 我那一次我就 好 妳等著 然後我就邊插邊說 等一下媽媽帶妳去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真的很好玩 然後我就弄完之後 我就帶她去我們家旁邊 就有一個幼兒園 我就先讓她去試讀一天 然後我說等一下媽媽去買菜 我等一下就來接妳 結果我事後 我就問老師說她怎麼樣 她說她事情得還不錯 所以丁妮 那你們家說 不要的狀況是什麼 那時候我們 剛去公園玩的時候 我只跟她交代一件事 就說如果媽咪跟你講 停 妳一定要停 結果那一天我們又在公園玩 人家又在當秋千 我又看她這樣 直接這樣衝過去了 那時候這有零點幾秒的拍得出 我要不要決定讓她 撞一次 對 或者是 對 我真的就在那天上 然後我就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 我媽媽真的好有知識 我開始計算 那個當秋千上來的時候 我女兒剛好跑過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衝撞力 是不是是最低的 我計算了一下 我從來沒有數學這麼好過 我覺得會是最低的 因為那時候 她已經在一個高度要上來 她不會再往上衝了 對 我那一天當下我就決定 對 就真的 就這樣子 女兒就剛好衝過去 然後那個 那個剛好盪了上來 她的腳剛好踢到她的下巴 我女兒 已經是很輕了 我女兒就往後鬥套齋 是 然後之後 我就看著她 我也沒有馬上衝過去 我女兒就停了一下 就大哭 我就 我就悠悠悠地跑過去這樣子 你看媽媽進了 這樣做犯牌了 我就跟你說了 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是很危險的 你看 你還好 你看你只有下巴流血了 還小事 如果說如果 下巴流血 對 她那時候下巴這樣提到 然後就有點擦傷流血 但是小事 OK 可是我覺得她比較嚇 她比較多的恐懼是嚇到 對 對 我跟你講 從那天開始 我過著貴婦般的生活 我真的在公園 我就喝著咖啡 我非常清楚 因為她再也不會 從那個盪鞦韆很靠近的 前後跑過去 有時候我在那個 會談的過程中 我發現 這些很會唱反調的孩子 也就是說我常在講說 一言九鼎 就是我講一句 你頂九句回來 那一群的小朋友 搞不好是被練出來 為什麼 是因為 他在跟我們講道理 但是我們也為了 要跟他講更多的道理 一來一往 然後我們都沒有 Stop 唱反調的孩子 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是在 所以我唱反調 我來試試看底線在哪裡 那這個時候 我常常提醒這一群的家長 告訴孩子一件事情 我有聽到了 我有聽到了 你不用再說一次 這樣就不會無限上綱 這是在對付這一群 證明自己長大的 可能四到六歲以後 很會講話的那一群孩子 那另外一種孩子 是在 為什麼 因為陪伴變少了 你們在忙你們的事情 所以他故意在唱反調 故意在做危險的事 故意在吸引你的注意力 那這個時候 要來思考一下 我是不是忽略他 那另外第三種是 孩子被禁止的太多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這個也不行 然後請問 我不出嘴 我要出什麼 我出手的話 反而被你揍得更慘 所以我知道出嘴巴 我變成伶牙利嘴 等等 這一群的小朋友 那這個時候 我會提醒家長要 告訴孩子一件事情 來 我已經給你盪鞦韆了 提醒他 我已經給你什麼什麼權益了 對 然後你就不要再多要求了 提醒他 我給你了 你也應該要退一步 住嘴了 不要再 媽媽 我盪鞦韆還不夠 我還要再盪十分鐘 為什麼呢 因為別人都盪十分鐘 我只有盪五分鐘 好熟悉的言語 真的嗎 好熟悉 上次我只盪三分鐘 你還欠我七分鐘等等 就越來越多了 那個討價還價 那你就會覺得 所以提醒他 我已經給你什麼了 我有做到什麼了 那你接下來 就不要再說了 就把它關掉了 是 安蕭老師 那針對這種暢反調的 不一樣的星座 也有不一樣的解決方法 是 我們針對火象星座的小朋友 如果說是白羊座 獅子座跟射手座 其實他們的暢反調 其實我是覺得他們在建立他們自己的自信 他們覺得說自己可以跟父母討論一些事情 自己可以做一些主張 其實我覺得 父母針對這種火象星座小孩的暢反調 其實要給予這種聆聽並予以尊重 而不是馬上就回歸到父母權威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幫助小孩建立自信 一個很好方法 那針對水象星座朋友 包含了巨蟹座天蝎座跟雙魚座 你要了解小孩子不喜歡的原因以及情緒反應 比如說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站在父母的角度的立場 會覺得說 反正你小孩就聽我們了 我們父母安排你什麼樣做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我們忽略小孩 其實他也有自己的情緒 也有自己的喜好 也有自己的反應 針對水象星座朋友 就特別要注意一下他們不喜歡這件事情的原因跟主張 也許他們本身有自我的喜好 再來一個土象星座的小朋友 包含了金牛座 處女座還有摩羯座的小孩 如果說他在跟你唱反調的話 其實我覺得父母應該要加強他們的交流 並且予以尊重 因為土象星座其實很小的時候 就反映出他很固執的那一面 你就覺得沒有理由的 為什麼他堅持不要穿這樣的一個衣服或顏色 或是他不喜歡穿裙子 或就不喜歡穿這種球鞋或者是羽鞋 就是說你要給予尊重 因為他們自有自我的主張 所以這個部分是有的 對 再來一個風向星座的小朋友 如果包含了雙子座 天明座跟水明座 如果說他喜歡跟父母唱反調的話 我覺得父母要把他的理由聽完 他本來就是靈牙俐齒 而且他很多的時候 他是一個善於失辨 善於反應 而且他是屬於那種舉一反三行的 就是說你藉由他的這種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來幫助他多元思考 也許小孩子的想法 也可以做出一些更創意的決定 或者是思路也不一定 還有哪些失控的小孩 讓爸爸媽媽逆空的呢 解釁 馬上看一下狀況就是四 這個熊熊好可愛喔 季晴姐買給我 不行喔 上次已經買很多 家裡很多一樣的 不能買 不管 買給我 買給我 打開 我現在不走 我現在不走 好啦 你現在要死板 我就買給你 那我不要啊 你直接買給我 我不想要死板 沒關係 等一下 喂 請問是新一代的展男女神嗎 今天一個工作很需要你 OK 我好想死板 真的超想死板的 馬上看一下第一名抓狂的情況 1 2 3 大哭大鬧 我不要 滴滴滴滴滴 還有什麼 還有哭大鬧 這個真的很可怕 所以Chris沒有遇過小朋友會 每個小孩子都會大吵 大鬧 一定有啦 最多是譬如說去玩一整天在 比如說Baby Boss 或是Disney 或是他玩到累 他累了 累過了 就會鬧 然後就變得 他哭的原因可能沒有超好的原因 沒有任何道理 他一飛過去他都哭 然後你要處理他 你用平常的方式來處理他 也沒有用 對 因為他已經沒有LOG 只去理智了 你可能就是一樣 你要抱他去外面 他可以有點空間的地方 安心 抱他 說你是不是太累 他平常會回答說 他要睡 不會睡早 然後說好 所以我們這麼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他也不知道 他會大哭 就讓他哭一下 然後也不要在大家的面子說 沒關係 你好乖 對 哭了他還乖 為什麼 其實有些小孩他會 就藉由人多的時候 他哭鬧更大的時候 對 他這樣父母難看 他就父母會妥協 因為他知道以前一定這樣子 他有得逞過 一定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 比較難的地方是說 像Chris剛剛講的 這案子的這個狀況 就是說 小孩在大哭大鬧的時候 我們給他一點安撫 對不對 有些時候 確實是可以給一點安撫 可是有時候在給安撫的時候 我覺得有時候 腦筋會天人交戰 想說現在是我在寵他嗎 還是我真的是在安撫他 那個的拿捏很重要 對不對 不安撫其實也不對 因為孩子已經 情緒已經亂掉了 大家也都知道 失去理智等等的 那在旁邊 又沒有一些比較溫柔的語言的話 說實在的火山子會越爆越大 沒錯 對啊 所以我覺得在當下的兩個語言 我常常提醒大家 好 哭 我陪你 哭完了以後再說 是 這個好像沒有溺愛的成分 在那裡面 但是又有陪伴的那個角色 在那裡面 然後又准許哭 在各年齡的哭鬧的正確處理方法 譬如說兩歲是因為有苦說不出 語言還沒有發展得非常非常好 這時候還是要用簡單的語言 跟他們溝通 那四五歲的孩子的話 其實對生活的規定 越來越不滿 為什麼 因為越大了 各位想想看 當孩子越大 你的限制跟規定 越多還越少 真的越多 越多 越怕危險 怕他跑出去 對 沒錯 那這個時候其實 不是你不要去限制他 不要規定他 而是你應該多給他一點選擇 這個年齡的孩子 已經開始需要尊重 給他一 二 三等等 這樣子一個選擇 那我們哪三個 如果三個都不從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不理了 這個時候就不要溺愛 再繼續的無限上崗下去 讓他哭鬧 那在六歲以上的孩子 開始學齡了以後 孩子要少 爸媽應該要少說 多聽 讓孩子有講的那樣的一個機會 然後再分析 所以總之這幾個年齡成長 越來越大 當孩子越來越大以後 我希望 當父母是要有傾聽的那個心理 跟同理的心理 在那個哭鬧的當下 當然我們不要溺愛了 是 安樂老師 對 不一樣的星座小孩 也有不一樣的解決方法 對不對 是 針對火象星座小孩 如果說你的這個小孩 是白羊座 獅子座跟獅子座 父母面對這個哭鬧的時候 你要堅定你的立場 不要輕易妥協 其實白羊座的小孩 他很敢去跟父母挑戰他的權威 因為他很 他本身就很火爆脾氣 有時候性子來了 其實就很妞 講都講不提 但這個時候 如果父母你讓步了以後 那小孩子就知道得寸進尺 就知道在這個立場上面 父母會讓我 或者說我哭鬧 越大聲父母會越怕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父母反而要更堅定自己的立場 不要輕易妥協 那針對如果說是 水象星座的小朋友的話 如果說你的小孩 是雙魚座巨蟹座跟天蝎座 如果小朋友會哭鬧 其實很大的一個原因是 父母跟祖父母 在同一個立場上面 他們態度不堅決 比如說 可能祖父母在管教小孩的時候 他可以在吃飯前 給他吃糖果 那父母可能是絕對允許的 在這個事情立場上面 他可能就覺得說 為什麼祖父母可以 讓我在吃飯前 吃一個糖果 父母不行 所以有時候 父母在針對小孩 哭鬧的時候 要先去回顧一下 祖父母跟父母之間的管教方式 是不是不一樣 再來一個部分 針對土象星座小孩 包含金牛座 處女座跟摩羯座 如果小孩子 面對哭鬧的時候 父母可以適時的 轉移一個焦點 把這種哭鬧情緒 先轉移開來 比如說小孩子 在那個車上哭鬧 你可以問他說 爸爸 爸爸待會下車 要帶你出去玩 你先不要哭 我們待會 要去玩什麼 你要不要去做雲霄飛車 或說你要不要做盪丘籤 諸如此類的 把那個話題把它轉開 也許可以降低小孩子 在當下的一個情緒反應 那針對風向星座小朋友 包含雙子座 天秤座跟水瓶座 父母可以提早 跟他做好一些生活約定的 一個方式 比如說他 比如說你知道他容易在這個 看電視 看電視的時候 要他洗澡 他是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你在看電視之前 他之前就跟他講說 我們看完電視就要洗澡 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我們就看電視 不然我們就先洗澡 諸如此類的 針對這個風向星座小朋友 就生活約定 對他來講是特別有效的 是 其實小孩真的有很多種 然後在小孩這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做父母的 也是一路跟著小孩在學習 那可能現在在電視機前面 有一些傷腦筋的父母 希望你在面對這些狀況的時候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討論的一些內容 真的可以幫助你解決你的困難 所以今天也非常謝謝來賓 謝謝 謝謝 很多年輕朋友都跟我講說 目前來講存錢很不容易 其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存錢不是只有一直在想到錢 而應該想到存的這個字 為什麼 就是你要養成存的習慣 不要說我一定要存一千 我一定要等到兩千才存 我一定要一個月存五千 你如果一直在想到錢的話 那你就存不了錢 你如果一直想到存的話 我一塊錢也可以存 我十塊錢也可以存 我一百塊也可以存 只要你養成那個習慣 你就容易達到你存錢的目標 一般人的習慣都是靠養成 我們常常說要有餐 三天 要有好要三天 所以你只要持之以恆 慢慢的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理想 有一個夢想的話 那我想你很快很快 就可以達成你人生的第一桶金了 所以下來 你會不會看 我會想到你